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大家能够建立起两个正确的观念 第一个就是心到哪里 体重就到哪里 你若有心要减肥 随时开始不用吹 所以我们常讲说 如果你不往前迈进第一步 邱医师在后面用力的推 你都走不动 所以你的心一定要先改变 心先改变 体重才有可能改变 第二个 你的体重是你自己造成的 先问问自己 你有没有因为某些内分泌的疾病 导致你怎么吃 也没有办法瘦 怎么运动 也没有办法减重 如果你没有内分泌的疾病 也没有再吃一些会造成肥胖的药物 那你一定要承认这个事实 就是你的体重 就是你过往的生活 过往的饮食习惯 造成你今天这样的体重 所以要改变这个体重 一定要怎么样 先从改变你自己做起 好 那建立起正确的观念以后呢 邱医师就提供你两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呢 即便没有运动的习惯 你也能够轻松的减肥 这两件事就是 第一个要增加站的时间 多站一站 第二个就是在餐跟餐中间 不要吃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先谈谈增加站立的时间 2020年呢 美国的美约诊所的论文集里面 发表了一篇论文 他是呢 把过去1999年以前所发表的 有关增加站立时间对健康的影响 这样的文章呢 做一个重述的回顾 结果他们得到一个结论 你只要每天增加一个半小时的站立时间 经过了四个月之后呢 你的血糖就会降低 你的体脂力也会跟着下降 所以邱医师以前跟大家讲说 有事没事多站站 甩掉脂肪很简单 就是这个道理啊 我们增加站立的时间以后呢 腿的肌肉收缩 就会启动身体燃脂的酵素 它就会不知不觉当中呢 帮助你燃烧更多的热量 让你降低更多的体脂肪 所以增加站立时间就可以帮助你呢 不知不觉当中能达到减肥的要求 再来讲说久坐对健康也是有不利的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知道抽一根烟啊 人的寿命会少活11分钟 但是你们知道吗 你呢坐在电视机前面呢 只要多坐一个小时看电视呢 你就减少了22分钟的寿命 换句话说每天多坐一个小时 它的坏处相当一样 抽两根烟的这种坏处 所以我跟各位诚恳的建议 不但是为了减肥 也更是为了健康 平常就尽量不要整天坐着 有事没事多站站 再来讲说餐间务食 以前邱医师在别的影片当中 也跟大家提过啊 对 餐间务食就是尽量不要啊 在餐跟餐中间呢 要让血糖又有机会上升 血糖一旦有机会上升 胰岛素就会分泌 你的脂肪就有机会形成 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讲说 要怎么样在没有运动习惯的情况以下呢 又能够达到减肥的要求 就是刚刚邱医师跟大家讲的两个重点 就是有事没事多站站 餐间不要吃任何东西 加油 想知道更多科学瘦身的知识吗 请上网搜寻爱瘦美 还等什么 赶快加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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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